共喜娘娘、賀喜娘娘 也就是喜麥 到底法道喜麥有沒有這麼神奇呢? Hi 大家好 我是王心雷醫師 今天要為大家來分享 內孕、養胎、長高受傷的知識哦 我們中醫診斷有四個方法 望聞問切 那望是看你的外觀的形態 還有神器、表情、顏色等等 來觀察一個人的體質 聞呢就是跟你對談當中 聞到你的氣味還有你講話的聲音 問呢就是跟你對答當中 你的一些生活作息、飲食習慣 還有你的一些排便的情形 我們都可以拿來當我們診斷的依據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切啦 切就是我們把脈 那我們醫師會把手指頭三根 放在你的手腕上面 那到底是把哪一條動脈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會把的動脈是腦動脈 也就是我們大拇指旁邊的這一條動脈 它會有三個位置 寸、彎、尺三個位置 我們把它擺上去之後 這三個位置都是代表不同的帳篷的意義 所以我們在把脈上面會去探討 位、朔、形式四個部分 那位呢就代表位置 座呢就代表它的頻率啊 次數等等的問題 形呢就代表它脈的形態 是連的、扁的、長的、細的、一點一點的 這個都代表不同的意義 痴呢就代表它的強弱 有的非常強 有的中強 有的弱 甚至有的甚至把不到脈象 我們中醫會認為說 你這個脈象跟脹腑氣血的循環很有關係 而且會呈現在你那個脈象上面的表現 因此我們醫師會在問診 還有望診等等的這些資料 搜集、推入你演藝之後 來歸納出你病人到底身上有什麼樣的問題 常常古裝劇裡面會有一個橋段 就是寓意 它幫娘娘把脈 眉頭一去想一想 又豁然開朗跟娘娘說 共喜娘娘、賀喜娘娘 也就是洗麥啊 到底把到洗麥有沒有這個神奇呢 我來講一下這個脈象呢 我們在懷孕的人身上 會有滑瘦的感覺 那什麼是滑跟瘦呢 滑就很像是桌子在滾動一樣 會呈現在你的關跟尺的部位 你可能拔起來會覺得 噢好像形態很旺盛啊 而且像頭部一樣按起來 左右怎麼會滑滑的 而且脈補比較快 其實呢 我們在胎兒大概六週之後 因為你已經受精、著床 發育成胚胎 慢慢有一些心跳的聲音 還有心跳的頻率 可以在我們的脈象裡觀察得到 那因為現在其實有更可選的方式 來推測到底有沒有懷孕 我們現在有些時候在門診 遇到患者可能有懷孕的可能 就會請他去驗孕 其實你拔到這個脈象 也要觀察到他們其他的症狀 像是說比較容易疲累啊 頭暈 甚至有胸部脹脹的 下部部很腫啊很脆啊 那種悶悶的情形 都要綜合考慮進去 然後我們才會跟他確切的講說 你可能有懷孕 如果懷孕了有些人會有一些名字 像是第一個 有人會問說到底是不是需要喝雞湯 還有吃酪梨牛奶 其實這種我覺得補充營養是OK的 但是酪梨牛奶喝太多 可能會發胖喔 因為其實我們在養胎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希望說 孕婦他的體重不要增加的太誇張 通常都是大概8公斤到12公斤左右 體重上升的幅度就夠了 而且呢 原本就胖的人不應該再增加太多 那原本瘦的人 可能要稍微暫時營養一點 這是必須根據每一個人 他BMI他的體型 來做一個體重上面的一個管控 那像是你有很需要吃蛋白質的人 其實只要吃的均勻就好 不用特別去吃哪一個品項 剛剛提到了這個孕婦啊 他體重的變化不要太距離 那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孕婦體重過輕跟過重 會有哪些問題 那過輕的孕婦呢 他本身其實營養不良 有一些必須要的營養素他都缺乏 那可能就會造成小朋友可能會有流產 早產的問題 甚至小朋友也會生下來之後體質比較差 還有你孕婦腸後復原的情形也會比較困難 那另外過重的問題 體重增加太多的孕婦呢 很容易有潤層糖尿變化 潤層高血壓的問題 那你不能說我一人吃兩人苦 我想吃什麼就狂吃 但是吃一堆你任性吃一堆垃圾食物 那這些垃圾食物他熱量的很高 其實你體重一旦爆表之後 你會懶得運動 所有的體質都升高 其實比較不利於生產 所以我們體重要控制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是最好的 那門診有很多人提到一些食物來問我說 懷孕的時候是不是不能吃 像是當歸啊 羊肉 蝦仁 蝦蟹 還有生魚片 這幾個是我常被問到的問題 那其實很多東西 你只要少量的吃 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有的人吃到一點點就緊張兮兮 其實是沒有問題 除非你吃到很大量才會有影響 那另外有些人提到說生魚片 孕婦到底可不可以吃生魚片 因為我不太建議 因為生魚片有沒有在處理過程 可能沒有那麼衛生 這個流程可能會有一些基層筒的問題 一些細菌比較多的問題 可能會造成腸胃的故事 我是比較建議孕婦盡量吃 其實熟食會比較好 懷孕到底可不可以針灸跟吃藥呢 很多人也會有這樣的疑慮 像是針灸其實是可以的喔 有些人會想說要避免可能會有流產的疑慮 其實只要你懷孕大於三個月以上 都算蠻穩定的 而且你的產檢狀況都很好的話 其實是可以拯救 你只要避開一些危險的穴位 都是可以的 吃中藥到底行不行 其實OK的 我在門的裡面遇到有些孕婦 她可能會有失眠電力 甚至會有一些嘔吐的狀況沒有辦法進食 身體生活品質都搞得非常的糟糕 那如果你又不敢去吃其他的營養補充品 那是吸藥的話 那你要怎麼辦 其實我們中醫可以幫忙 那另外有些人會提到 到底懷孕要不要吃虎 我其實非常建議說不要隨便亂吃虎 有一些人可能婆婆媽媽會講說 你這個要吃安胎的要吃怎樣 其實你沒有任何的狀況都很平穩的狀態下面 我覺得平時正常的飲食就好了 那假如你隨便亂吃虎的話 有可能會狂掌痘動 嘴破或者失聯的問題會變得很嚴重 那如果你想要吃一些補品 或者是想要調養身體 讓你懷孕的期間可以舒服一點的話 我建議你要找專業的綜藝師來幫你調配適合你的補品 來使用這樣子會比較恰當 我會希望說孕婦要適當的運動 讓你的循環好一點 或者你到快要生產的時候 內中間的狠重 你的下肢循環不好 有些人甚至都會有水腫的情形 也會影響到你後續的這個生產的順利 那我會推薦幾個運動 像是說瑜伽 外走 游泳 還有提拉皮斯 這些運動 尤其是對孕婦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殘厚要做哪一些事才可以幫助恢復身材呢 如果可以消耗身體比較多的熱量 可以讓你的體重稍微控制一下 可以慢慢的往下降 那另外的就是飲食方面啦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會有吃月子餐的這個習慣 因為會有一些補養的湯湯水水的 我會建議你在喝這些湯汁前 可能會有一些油脂啊 把它撈乾淨之後再來飲用 會比較好 那你飯量也可能要減少 不是飯都不吃喔 一定要吃 那吃的份量可能抓一下 那一碗飯你只要吃三分之一就好 那其他的配菜方面 我會希望我們也是少鹽少油的這個配菜會比較好 那另外甜食的部分可能就要節制啦 那我們在懷孕生產過後 可能有人會問到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運動 我會建議啊 像是你自然產的話 兩週之後才開始做運動 那口腹產的話 復原到一個月的狀態再開始做運動 初期的運動 我們希望開始慢慢的做一些伸展拉筋的動作 然後慢慢的你再把這些運動的量再慢慢的提升 而不是一次就恢復到以前的運動狀態 這樣是不對的 我們必須要健進式的來把這些運動量提升 你的運動的這個模式會主要以腰跟臀的這個部位來做訓練 也是做訓練我們的核心啊 很多人都在懷孕的過程當中會有肚子鬆弛的問題 你的子宮韌帶還有中間的器官 那其實都有相對被撐開 那你部內的這些懸韌帶都比較慫 因此我會強調說在產後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慢慢增加這個核心肌群的訓練 順便也把你骨盆牆 裡面這些器官的韌帶 是要訓練的強化一點 可以幫助你恢復之外 以後其他的顧客的問題也可以避免得掉 另外呢我會建議說你那一場後 假如非常有意志力的想要瘦身 要建議你安排 頻率很高的這個自我約束的運動習慣 你可能每天都要有30分鐘的有效運動 才可以讓你瘦身達到比較好的效率 我會覺得1號應該不太小 然後2、3號其實脈像上都蠻大的 那我會覺得好像是3耶 什麼 什麼 我還在 什麼 什麼 你幫你下上來講 病的有那麼精確 肚子因為他動得很快 對 動得很快也可能也很緊張 我覺得2很像2、3是蠻像的 日褲的心跳 對啊 這就是很時代的寶脈 因為寶脈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精確 都會有疑似 那我們會問一些相關的症狀 才來頓定說到底有沒有管 所以你怎麼都蠻弱的 一分鐘有雙身體類 那個沒有那麼選 聖脈身子功能還不錯 還不錯 如果真的髮到很弱的 我們都不太會緊 就只會幫他調藥幫他注意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喜歡、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按一下 緊張不斷 目的 音量